诸位放胆地做 你扎错没有关系 那我们是教学的时候 那我会修正你 趁我在这边的时候修正你 所以每一个人 你们的互相扎没有关系 有很多重要的穴道 你扎 你针 那我会帮你调整 那下次开《黄金内经》的时候 我们在讲《黄金内经》里面 牵涉到非常多的 在针灸里面的名词 这样你会看得懂 那针灸下针的时候 你如果穴道选 第一个我们要心道 就是说你在诊断上面 你一看这个病人 你心里面你的诊断是正确的 诊断正确第一个 第二个手要道啊 你诊断这些没错 你选择的穴道是对的 然后你手要道 手要道的时候 它才会产生效果 再加上补蟹 所有的致病 任何的病 所谓立竿见影就是说 有的病一次就好了 有的病要做个疗程 基本上疗程的观念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一个病痛 我们以痛子来做一个概念 如果说 在这个以上呢 是正常 就是你完全没有痛 那现在呢 你遇到一个病人 病人呢 他的层次在这里 每一个人 有了年轻人体力好了 我们或者是出病 一次针 就好了 有了男人都五六十岁了 缘气血比较亏 或者是病比较久了 我们第一次达针的效果 可能只能达到这个 那你如果这个第一次 那我们所谓的隔日针 隔日针 就是最好的疗效 在四十八效之一年 我们要再做第二次 同样的治疗 那如果在隔日第一次 第二次的时候 在隔日针的时候 效果会从这边 从这个地方 再往上伸 伸到这边 第二次 那在隔日的时候 再升到正常的level 一到这边的时候 第三次 可能就好了 那可能有的人要五次六次七次 这样子 那 如果 你没有跟病人讲清楚 这个病人腰痛十年了 或者肩膀痛五年了 你再好的技术 可能都要两 好几次 那他咋一次就没来了 好很多了 就一个礼拜以后来 说一个礼拜 他说 我都统一回到原来的地方了 因为他没有隔日来 不是针就不好 那他就 你如果说一个礼拜来一次 结果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这个针就没有用 实际上针就有用 而他没有连续做疗程 所以疗程呢 是非常重要的 疗程 那尤其中风的 我们做疗程 那中风一定要做疗程 还有做五神经 气喘 你喘多久 我常常医疗病人 你喘多久 我从有记忆开始 就叫做喘 我就跟他说 你从有记忆到现在 没碰到好医生嘛 喘到现在 那我们要做疗程 都会做疗程 药物也有疗程 针就有疗程 那在做疗程的中间 病人的虚实就会转换 虚实就会转换 比如说他刚开始的他的痛 那你是不这个这个是蟹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那病人来的时候是酸 或是麻 我们针灸里面遇到酸和麻 是最不好治的 酸和麻最不好 因为是久病 一定病很久 那你在砸酸麻的时候 我们是用补 对不对 用补的手法 用补的手法 那补的手法下去了以后 他说我现在麻了 好麻少 但是痛 痛多了 痛比较多了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要补 如果痛比较多 我们就先卸后 如果麻比较多 痛比较少 我们就先补后卸 然后等到麻了通都没了 只是那条痛的时候 代表我们再去做卸 卸的手法 还有选择穴道 手法都不一样 如果你手法不是很熟 那经验不是很熟 记不起来 你还是左掌右掌 那好 顺时针 逆时针 搞错了 那你利用穴道的属性 来卸它 一样可以 知道我意思吗 这就是选择性 就很多 所以针灸是一个 很活的东西 那基本上是立竿接引 所以你知道 我在美国看病的时候 我都跟 美国人不晓得 针灸如何啊 对不对 那我怎么知道 砸多少 每一个人都会来问 你认为我砸多少 是会好 那很简单 我告诉你 我帮你做三次 没有进步 把我cancel掉 不要来 我不要看到你 我没有办法帮你 你为什么来 他心里讲 哦 这个人很厉害啊 我怎么讲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干脆写个article 放在那边 你给我砸三次 没有效 不要来 我是这样子啊 你把我cancel掉 我鼓励病人 你要相信你自己 不要相信任何的医生 包括我在那里 你都不要相信 中医和西医 我不敢是 我们不要说谁人 基本的一个观念 能治好病的就是对的 我们要找一个 真正能够为人类社会 解决病痛的医学 才是对的 所以只要对病人 有帮助我们都要鼓励 我跟病人讲 你的金钱 你认为你现在来找我 你付钱给我 我的时间值钱 我认为你的时间 金钱也值钱 我绝对不让你浪费钱 浪费时间在这个地方 我不会让你讲这种话出去 我帮他砸第一次的好很多了 第二次就快好了 第三次就好了 他真厉害 然后介绍人家来的时候 你去给他 他砸三次 三次不好 你不要 他一定会进步的 你真的是一个中医 你砸三次还是一样 你根本就不会砸针 对不对 那你不能说 千万不能让证据 病人失去信息 我没事 今天就算我砸不好 我会怎么讲 很少我没有这样讲过 但是我治不好 不是证据不好 你要另情高明 可是来到我身上很好 所以我还来不及讲这个话 我用了真挚的法则 选择的穴道 辩证的方式 就是我教给大家的东西 你们现在都很会选择穴道了 选择穴道没错 你要手要倒 不能心到了 手没有倒 叫你砸足三体 砸了足外里 足内里 都没有砸了足三体 医书上说 足三体 增下去胃痛 精软就去掉 对啊 是这样子 恶心就去掉 可是你没有吓到 就是足三体没有用 不是 足三体有用 你吓得手法不对 吓得穴道不对 所以记得 真就是立竿见影的 增完当时就会觉得很好 才对 即使要做疗程 也是当时会觉得减轻很多 有的时候 病人还躺到上面 就减轻很多 尤其像偏头痛 月经痛 有的人背痛 是躺到不痛 站起来才痛 所以他躺到还没感觉 如果躺到都会痛的人 增下去病人 就知道痛已经去掉了 病人心里最清楚 像我们那个太阳透帅骨 那当场透 当场病人就好了 那你病人好不好 你问他 你现在还痛不痛 他不痛了 而且里面平常 在看我透的时候 很可怕 实际上 我们在临床上 治疹的时候 病人痛到 你扎针 他已经没有痛了 那个增下去 那个痛去掉 那个病人 那个舒畅的感觉 还有那病人 因为他痛了一个晚上 都不能睡觉 头痛怎么睡觉 我增下去 当场他在床上睡着了 因为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 然后太太在旁边 打呼啊什么 旁边的革命病人 那个怎么打呼啊 好 那我们扎针 能够让病人睡着 那是效果最好 好 病人能够睡着 是最轻松 每次我们下针以后 病人睡着 起针以后 效果都非常好 好 效果很好 所以针就做 要慢慢慢慢 注意累积到经验以后 下针的手法 选择的学会 就是立即反应 根本不用去看出 立即反应就出来 所以今天我要看看 我前面做了几次demo给你们看 今天你们能流 好 互相来争 让我看一下你们的手法 有错过 我当场就帮你校正 不要怕 我不会怪你 不会骂你们 都是新手嘛 新手 就行车上路 新手上路 对不对 所以我看你们怎么做 让你们校会修正一下 好 那我们这边有的很多 有license 有的还是学生 都没有关系 我们当时示范 当时实际上 一定要有实际上的经验 好不好 OK 好我们开始这个 除了我们原来有的病 我们在做疗程以外 好 我们大家 你们互相找穴道 好 认为哪些穴道有问题的 我们就找个人出来 做做做样子 好 比如说你们都脉 不会砸 对不对 我示范你都脉 怎么砸给你看 我们砸了很多次 可是你可能还搞不清楚 我再示范一次 或者是 我在旁边 你下我看 我先看你怎么找 不要怕错 好 这些味道颠症 见症狂症 它的区分 我们在临床上看的时候 颠 和这个见 这两个症状呢 临床上看相当接近 真的我们去细分的时候 还是可以细分 但是非常的接近 一般病人就是抽筋 土白末 绝功返章 一直在不断的抖动 有的人会发出很多动物的声音 过去我们用马剑 牛剑 羊剑 因为有人发羊的声音 有人发马的声音 有人发牛的声音 就用那个声音呢 说哪一种剑 针灸过去还有五种畜生 还下了五种不同的穴道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你们以后读了针灸 觉得针灸的主流东西以后 那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迷惑你们 不管它是哪一种剑 制法是一样的 所以剑比较在动作上 有发生怪声音的现象 边呢 可能人一发就晕厥过去 然后口堵白末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一般的我们急救着 先把牙齿搬开来 然后那个塞个硬的东西 在牙齿里面 不要让它咬到舌头 舌头咬断就不好救 那这个狂症呢 这个发狂奔走 没有办法控制 路上拿刀去杀人 或者在登高歌 跑到很高的地方 他就不怕 然后当然是语言一定错乱了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这个人精神不是很正常 那一般这个狂症呢 这种狂症 尤其是狂症 十个里面十一个都是便秘 便秘 通通是便秘 因为家人把他看的那个医生 十一个是便秘 所以这个大肠的造势呢 造势的造势突破横隔膜 这个灼气冲到肺上面 上胶 人的上胶是氢气 只能有氢气 所以你注意力会集中 脑筋会清楚 那如果灼气突破这个隔膜 冲到上胶 人就神智就没办法控制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去清大便 把大便要清掉 那清大便我们针菊也可以 我们药也可以 那还有人提到这个 如果说吃在眼白上面 眼白白是肺 眼白上面呢 如果是青色的 一般来说就是干 好 眼白上面如果是黄色的 眼白都黄的皮 一般来说 我们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那个 如果诗音 首先呢你要一个观念 一个观念就是 这个发声呢 是这个声源呢 源源来自肺 声的力量是来自小肠 来自丹田 好力量 那所以如果讲话讲了很多 声音侯雅思声的时候 那你说我们用针菊做 他已经气不够了 就像针菊我们很少去做这个侯雅思声 就是讲话讲太多造成的 那有的是中风以后 没办法讲话那是不一样 你们现在提出来的问题是 话说太多的时候 我们一般就是回头去 揪官员最好 揪官员 或者是这个 这个气会谈钟 好 那中风舍强不语 那是另外的一回事 那我们在扎针的时候 尤其长针 有时候一寸针 我们手指头都会碰到针尖 针身 那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在包括我们在医师考试的时候 都是考临床的时候 你拿一支针就要洗一支手 就换一次 所以换一次并不是说每一个针都要洗一支手 就是每次看病人的时候之前先洗手 洗完手 砸完针以后再去洗手 所以洗针的时候还有一个洗手的动作 那日久就习惯了 所以我每天在那边洗手 我每次 问完一个病人我一定去洗手 那过去的时候 为了怕针感染 会不会感染 不会感染 凌晨到现在不会感染 除了你的针不干净 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一滴艾滋病的血在这个地方 暴露在外面 大概20分钟全部死掉 艾滋病都没有 它必须要在人体上 就是任何的病毒 如果曝露在外面 它都死掉 那20分钟就走了 所以说 我们手只要洗干净 你抓到针不下 不会 我到现在目前为止 不会有受到感染 没有 没有病人有感染的现象 那没有办法避免 为什么 你说如果说戴手套 像洗衣开刀戴手套 你这个针如果戴那个 Legx那种手套 那种橡皮手套 饮不到气 针下去饮不到气 因为它把你的手的 医生的气跟针 我们的针和肉是接到的 那个饮不到气 差很多很多 那等于针上去而已 病人被戳了一下 没有饮到气 还不能戴手套 因为金属的是走气 一般来说不会干 你们放心的用 尤其三寸针怎么办 你不这样摸针 没那个针就弯掉了 好 你一般来说 针下去以后 如何知道它得气 好像被吸到了感觉 被吸到 不是空空的进出一样 你如果扎到病人 这个针一扎进去 里面好像都稻草 干干的 这个病人身体非常差了 气血大虚的才这样子 否则你扎到里面 都很有弹性的 弹性的时候 然后你碾一碾针 然后你拉针头的时候 感觉会被吸到的感觉 好 这是气到的 还有就是看针孔旁边 会绕到的红酒 粉红色的气 也代表气到的 病人的感觉 酸麻胀也是气到的 所以很多的方法 都可以侦测到气是到的 那以后 你们现在会有这种问题 等到你砸针一段时间 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好 好 你如果说 你砸针以后 没有酸麻胀 你穴道砸错了 只有穴道砸错 需要拔起来 重砸 那你穴道砸得 没有酸麻胀的时候 稍微等一下 把病人拍拍 要真的部分 部分 拍拍让它 松一点 不要太紧 那再去引气 一般来说都会引气 我们有一种特殊的引气 叫非针引气 如果真的引不到气的时候 我们叫非针引气 什么叫非针引气呢 比如这个皮层 我们就针下去 那引不到气的 你很确定 是在三阴焦 不是在二阴焦 对不对 确定 那引不到气 那这个时候 我们把针提起来 你同一个方向转 所谓同一个方向转 就是比如说 好 我砸这个 我们这样 这个曲子 砸下去了 砸到了 引不到气 那如何让它气到 我们引气的方式 是这样子 我们是用采用捕的方式 提起来 一边转 一边旋转 一边提起来 因为这是顺 为捕 一边旋转 一边提起来 就好像我插体补械 跟那个旋转 绵转法 放在一起一样 一下进去 同个方向 你如果是 不插体 直接在深度 这样这样转的话 这个针就会缠住 但是你一边拉起来 一边旋转 一边拉起来 一边旋转 一边拉起来 你可以360度 480度 一直旋转下去 都不会缠针 这就是非真引气法 非真引气 非真引气再引不到 这个就没气了 也不用救了 不会引不到的 下针呢 有的人呢 下针的手法 我们是 你慢慢慢慢连转进去 燃针进去 还有我们直针进去 一般来说 我们直针进去 先砸到穴道 你不要在那边 慢慢慢慢燃针进去 病人也痛了 钥匙也很紧张 先下了针 砸到穴道 一般来说 你要注意的是深浅 深浅的问题 胖的人深 瘦的人比较浅 春天夏天的时候 气候比较热的时候 深浅 冬天秋天冬天的时候 夏浅比较深 因为天气等气在 比较深的地方 这是针究大神 历代的原则 好 那这个 里面有人提到说 杨林泉和英林泉的作用 这个杨林泉呢 如果我们把它分开来看的时候 杨林泉是什么 金会杨林 对不对 全身的金会在杨林 金会在杨林的时候 所以我们有抽金 反正有任何方面 金的问题 通通可以下杨林泉 比如说 我这个关节脱臼了 变成习惯性的关节脱臼 我杨林泉可以下 那光是杨林泉只有金嘛 还有骨呢 骨会大叔 有没有 那你配在一起 金会杨林和骨会大叔 所以 那你经说 金病致辞 骨病致辞 有没有 就是这个来的 那英林泉呢 这个英林泉在 这个皮金上面 它在皮金上面 是属于天皇 所以英林泉 着重在 重点在 利小便 利关节的失 利小便 消到 随种 英林泉 所以说这两个 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因为这两个在 它的位置 跟关节都很接近 所以说 关节里面就有金了 对不对 至于关节 硬林泉 我们也有关节里面有 峰式关节里面有积水啊 就这两个学校我们会同时在一起用 好 好 这个另外一个给我们领 好 一般 我们的手法 一般手法 加强 我们加强真力的时候 真的力道 真的治疗的 自力 不是你出力多少 而是 治愈的力量的时候 真的力量的时候 治疗的效果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加强它 一个就是本穴 好 本穴去加强 好 这个本穴呢 一定是它的表获 礼金 好 就是并 金 之 表获 礼 表获礼金 好 举例 好 比如说现在并金 好 我们这并金呢 好 好 在胆金 在胆金上面 那它的胆金的礼金 是不是干金 对不对 那干金的本穴呢 干金的本穴是什么 行间 好 是行间穴 那我们就先砸它的行间 砸它的 好 表里金的那个本穴 再去砸它的 先 啊 真 这个 行间 好 再真呢 它的 并金的 就是胆金的 好 子或者是 母 好 穴 那再真它的子穴 母穴的时候 都会增强它的效果 比如说胆金的食症 现在偏头痛 一个人来 是偏头痛 那我们下胆金的子穴 是阳腑穴 那你砸了行间 就去砸阳腑 那这个就是 增强你下针的效果 但是胆金的虚症 它的母穴是在辖膝 这是我们下了行间 再去下辖膝 好 当然了 那本穴上面 在本 那个行间上面 你说平补平穴就好了 那在 辖膝上面 你就要做布 在阳腑上面 你就要做蟹 那你用银水啊 擦堤都可以 好 这个 有学生提到这个 有时候我们的 便秘呢 造湿 很干燥的大便出来 有的时候 是湿年龄的大便出来 一样 我们是要立湿 所以 干燥的大便排出来 或者是比较湿 比较厚的大便排出来 我们在治症上 脂沟灶海都是一样的 天苏穴上一样 处方上不一样 但是针灸上是一样 我们在处方的时候 会讲得更细 处方上不一样 那我们平常治疗 这个便秘的 脂沟灶海 天苏穴 都很好 很好使用的穴道 那我们无所谓 它是很干燥的大便 或者比较湿的 浓稠的大便 治法是一样 那如果说这个病人 这个同学问到 这个皮主丝嘛 皮主丝 那这个治症 是不在丝上皮上面 这个问题呢 我在这里先 其实这个问题 是以后我们可以讲到 我们只有一个 一种大便 便入阳室 这个大便排出来的时候 像羊大便 像我们的中药 都要玩丸祭 一颗一颗的 诸位以后会学到很多丸祭 上海人金柜里面 有很多丸祭 像我们的物美丸 都是上海里面 算金柜里面出来的 贵枝福林丸 都是很多 不单单是六个地方丸 跟贵不八丸 那那个丸子 那你吃下去 你以为排出来 怎么入丸子 排一颗一颗 还有声音的 还像机关枪 啵啵啵啵啵打出来 像一颗颗羊大便一样 那这个是 我们中医有特别的一个症状 叫皮约 皮上受到约束 那皮约麻子人完整 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丸祭没错 但是呢 它是从皮上来的 其他的 你倒是不准确 这个从皮上上下手 其他我们真就做 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提 不要太早提出来 比如说 病灶 病灶 我现在是 这个 第六椎筒 什么不好通通的第六椎 怎么办呢 好 病灶所在是第六椎 我们在第六椎 先呢 先 在它外开 一寸半的地方 先下针 下完针以后 再去看 它是属于哪条金的 对不对 第六椎是 什么 灵台穴 灵台穴 外开是都书 管都脉 那我们在 这个旁盖一寸半 的地方 我们下层是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 静 静就是先 好 倒 然后呢 你知道 老师 后夕呢 是管都脉了 再去引 倒和引 对在一起 就是倒引 那 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这个 病变经 是在胆经 你去选择 它的 表理 表经 或者是理经 它的本学 因为病经 阴经的话 就是表 就是阳经的表 对不对 阳经的话 阴经 那 它的本学 这个就是倒 再引 好 那我们会 用到这个 本学 比如说 像我昨天 在帮刘医生弄的时候 在头针的时候 它头上的地方 我下了一针 天硬的地方 针 针的时候 我们在天硬的地方 下一针 就是 告诉 设定的 岛 就好像 我画了一个 标杆 一个正中心 对不对 我要射中这个 打心一样 先立一个标杆 在那里面 告诉他 我要在这里 这个时候 我们天硬下针以后 我们在 对侧的 经上的本学 本学 本学呢 我们下针的时候 针下去 先引气 引气呢 引完气以后 用卸法 卸的方法 卸的方法 引完 这是在本学上面 所以它是零气穴 胆经的本学 是零气穴 零气 那至于这个 天硬的地方 有没有穴道 都无所谓 找骨缝下就好 或者是盐皮 盐的 经络的方向下针 卸法 卸完了以后呢 把针提针 提针 到表 提针 把针提到 皮肤表面上 所以这个时候 不动 不引动 它的气血 好 现在你就 想 我这个针 砸到 这个胆经的 连去 下面 引刀气以后 气机开始动 我是卸 对不对 卸的话 那个气会往下 这个 往后走 比如说 胆经 会往干经走 那一拉的时候 那个胆经 前面的什么 三胶经 就会 往前挤 那 我们砸 一卸的时候 针提到表面上 提到表面上了以后 我们 针不留在 针不隧道里面 只是 稍微 提一下它 然后你不要留在 隧道里面 就没有所谓的补蟹 只是引动它的精气 这个时候 后面 胆经的前面 那个三胶经的气血 就会往胆 胆经去走 就去补它的麻 这是在 也是在针灸里面 很好的一个 导引的方式 好 所以 那个我 下完胆经的灵气的时候 我就 蟹吧 你倒是用蟹 然后把针提掉表面上 很浅 就让它 有时候挂到那边 会导得没有关系 好 就是 那个是导 导引 好 以后 诸位学到 内经 难经的时候 就会知道 善针者善导引 也 就是导引者数 好 同时生病的时候 好 比如说肝也有问题了 这个肺也有问题了 皮也有问题了 好 这个肾也有问题了 这个肾也有问题了 之后呢 自心 把心脏保住 自心的时候 心脉就不会断 好 心脉不断 这个时候呢 墙皮 好 当你很多脏出现的时候 枪皮的 把胃口 撞回来 所以你保护他的心脏 不论他有 堵塞的心脏 或者心脏 停止的心脏 这个时候 从此强大的胃口 胃气恢复的时候 病都会停止下来 不会再恶化 我们在针灸里面 在针灸大神里面 也会叫做 标本负 那这个标本负的 从头到尾的重心是什么 写了一大堆七言绝句呢 看了不知道在讲什么 其实重心在讲什么 集 如果是标集 你就自标 这本集自本 本不会集的 本不会集 本病呢 后制 那平常我们中心讲说 我们来自本 可是他标集的时候 我们先去自标 比如说 这个病人呢 这个 被秘 这个被秘了 以后造成头痛 那着际往上次造成头痛 你先去把他头痛之后 那是标集 这个时候再去下 再去治他的本 原来是便秘造成的 这是标本的观念 那有一个人跑来 他有气惨 他本来就是气惨 那现在呢 结果你帮他治疗了几天以后 他有些人吃坏肚子的 就胃痛 胃酸 胃很筋软 那就跑来找你的时候 你还在帮他砸气惨 不是 先去把胃痛弄好 再去治他的本 也是标本 不管你是五行里面来说 因为五行我们这边讲的还不多 因为内经里面我们还讲的更多 一般来说 简单的观念就是 木 火 土 金 水 简单的 基本上的临床的观念 比如说木来 木 刻到土了 好 刻到土了 那我们就会去抢土 去抢水 这是基本动作 那有的时候呢 土太胜了 会反鲁到 反鲁到木 这个时候土太胜的时候 我们去泄金 让土往这边走 因为这个反鲁不是太愿意 他本来不会这样走的 因为太胜 太大了 种皮肚大 你去泄金的时候 抢火的时候 强心脏的时候 皮土就会 土就会就反鲁到金了 就不会再反鲁到金 一般来说 像有的学生问出来说 我们知道 中医讲的肺主皮毛 那很多皮肤病的 像有风疹 或者是 一些 一些虫移的咬伤 还有一些 这个药物过敏 或者是风疹 我们皮肤表面上 病症很多 那我们需不需要去划分 那基本上 大原则是这样子 针灸呢 和用药不太一样 用药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讲究 要发表的药 还是什么 有皮肤病 我们不用发表的药 皮有龙羊 不用发表的药 那针灸倒不是这样子 针灸的时候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 药物中毒 或者他皮肤过敏 引起了红肿 风疹 或者是 还有本身有皮肤病 我们治疗的手法 比如说我们有 皮肤病的五大穴 有没有 皮病的 皮羊的五大穴 皮病 那表面上看 这个皮的病 那可能呢 里面是 这个湿疹 可能是风疹 可能是一般的 险类的羊 那治疹的时候 河谷 去吃 血海 三阴交 这是竹兵 竹兵 那这些 这五个穴道 是我们必取的 这个取 它一砸下去的时候 皮就不痒 已经不痒 除非你砸错了 否则的话 一定不痒 这个时候 就先去止痒 基本上 对任何的皮肤病 都有效 所以里面可以看 我们这个针和灸 针灸跟我们用药的观念 是有点不太一样 而整本黄帝内经 实际上讲的东西是 能用针灸 就是尽量用针灸 因为汤药都是毒药 尽量不要用 可是呢 现代人 我们都需要汤药 因为以前上古的人呢 没有什么污染 情知也没有什么 打麻将 也不是生根脉药 毒那么多 这个烘趴 还都啪啪 开了生根脉 也不回家了 那以前生活 都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所以针灸就好 不会用到很多强烈的药 那现在不行呢 现在要很多 很多毒药 我们要以毒攻毒 不用强烈的药 根本没有办法去治病 这就是伤寒家 跟温病不一样 我们伤寒家处方 一寄下去 那很凶悍的 几位要很凶悍的 那个温病派 慢慢慢慢 吃个一年 废弃水还在那里 那病人有办法等一年吗 我们一个晚上 over night就去掉了 那速度很快 又吃三个小时就去掉了 那不能等啊 水不能等 但是在针灸上 不是这样子 针灸上 它是取它的平衡 所以你生 我们基本上 针灸的观念是这样子 认定 是 我们用针 或者是 灸的方法 去刺激一个人体 让它人体 自己 恢复自己 自己痊愈 自愈 好 自愈 所以 它有病 它没有办法 治愈痊愈的时候 我们用针 或灸的方式 让它身体治愈 这就叫做 治疗 这才叫做什么 人身体被 你自己身体 把自己治好 叫做痊愈 痊愈 那现在西方医学呢 它不用cue我这个字 为什么 cue我就是痊愈 所以它你用cue我 就是违法 不能用cue 它知道它们不能cue 所以它不允许别人cue 其实那cue的定义是什么 是你被你自己治好 所以说 当我们 我们如果在 我们学阿里口 学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这个中药 比如说柜子汤 我们用针灸 或怎么样 好 这个病人治疗好了 我们会注明 因为这样刺激它 所以它病人的身体 自然而来就恢复了 那你是身体自然恢复的 是因为我们刺激它 促成它自己痊愈的 这是治疗 治疗的定义 本来就在这边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 没有办法自己去痊愈的时候 它一直往下坡走 这就是我们要介入的时机 那如果它自己可以痊愈 我们不要介入 那它自己痊愈最好 不要去介入它 好 这是本来做中医的观念 所以说它是取得一个平衡 因此你会遇到很多的病 但是任何的皮肤病 基本上都在肺上面下手 都是在肺上面下手 这个里面有些问题比较深 我们在介绍伤寒寒的时候再讲 基本上像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黄年 这个八豆 我们来去伤寒杰凶 就是费积水 基本上就费积水 可能中医的定义会很多 英毒杰凶啊 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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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寒杰凶 那基本上你不要去讲这些 你就记得 这是把 去水而已 八豆是大将军 那个滴水力量很强 弓箭的力量很强 这只是去水而已 那在 我们在讨论伤寒论的时候 我们在怎样 伤寒杰凶 跟英毒洋毒的时候 好 杰凶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 在这里我们不谈论这个 只是你要知道 我会用到 八豆跟黄年 做成一个饼 贴在肚脊上 揪的时候 那是去覆水 还有胸腔里面的积水 好 你们不用急 很多东西你们超越 都要针灸的范围去了 好 肚脊在黄历年纪 我通通讲完 上寒论也不要学了 我开始讲上寒杰凶 对吧 小新凶 大新凶 开始讲 你讲完回家 上寒论也不用听了 对吧 我已经讲完了 好 所以不用急 那 那小孩子 好像这个问题 有些 这个小孩子的 这个 惊觉 那 这个 小儿科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在 讲针灸的时候 我们只能 大体的 把你整个 中心讲完 所以 分科 比如说 副科 小儿科 什么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 在针灸课堂上 讲那么详细 那只是独立的一个科 小儿科 怎么样怎么做 你们可以参考 那个医书上的 小儿科的部分 我们这个课堂上 没有办法讲 讲 讲不管了 讲真正要讲一年了 好 那 字在很 很细的东西 就好像 西医也是一样 到后来分成副科 小儿科分多科 中医也有分科 那实际上 你只要中医的精神抓到 它只有一科 就是大人小人都是人啊 我们就一科就结束了 好 那只要你主流医学抓到 不要去被医学名词来迷惑 那我介绍了一些小儿科的手法 那是我们最常用的手法 好 那就够了 好 那就够了 好 好 差不多了 好 来 我们开始在 平常 其他的问题 我们不再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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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